納入來一起討論 所以你要按照我們課本的標題喔 所以己腹不能 他就分為致死 跟事後 有分為兩種 所以現在就把 光是就己腹不能就分為致死 跟事後 致死己腹不能跟事後 我寫這個版書只是提起你們我們課本的標題有做這樣的分類喔 那致死又還在分為 致死客觀 己腹不能還是主觀己腹不能 又在區分為這兩個 最典型的呢 致死客觀己腹不能 這一種 那 有 有 有 沒有 那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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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致死跟事後的區別是以 締約齁 締約時點來區分 締約前就不能的話 叫致死 締約之後才不能 叫做事後 然後 這個應該很清楚了齁 這很簡單的 的名詞我就不解釋了齁 締約之 締約那個時點之前 你要 你譬如你要賣給人家東西找就不存在的話 就是致死不能嗎 那之後才被他破壞的話 毀損的話叫做事後不能嗎 如果是致死救 那客觀跟主觀的區別是 主觀上是我認為我給付不了你啊 那客觀上通常是指東西就已經毀損了嘛 就算是 除非是上帝來啊 才有辦法補救嘛 所以客觀給付不能 那 最典型的 246嘛 246嘛 246最典型的例子呢 譬如 甲根以簽一個 買賣契約 但是這個契約標的是 一塊農地啊 我們 農地的量是有限的啦齁 我們不想要 農地齁被財團去炒作啦 所以我們會限制說 要買農地的人 自己要有自根農身份 才能買農地 一般是這樣子 那所以如果 這是法規的限制 以沒有自根農身份 還去跟 還去跟甲買這塊農地的話 請套用一下這名詞 好 不管是事實上的限制 或法律上的限制 甲以帝約的當時 就注定這個買賣 是履行不了的 所以是一個 不管誰來都履行不了的問題 就是自死的客觀的給付不能 對不對 那這樣的契約 請問你覺得讓它 有效有意義嗎 如果讓它有效的話 然後之後 你也告不了甲 過付不了 又不可歸責於它 懂我意思嗎 甲簽了這個契約 也沒有意義 因為你也不能交付錢 因為他會說 你農地還沒過付給我 所以也可以主張同時履行抗辯 所以這樣契約幾乎是沒有意義的 那就跟它無效算了 所以你看條文246條 如果以不能的給付 當作契約標的的時候 契約就直接 欸 畫起來 讓它無效算了 讓它無效算了 所以 246條這個不能之幾乎五個字 幾乎學者一致認為 這就是指這個 可以買到的 自死客觀幾乎不能 這樣就很清楚了 這樣可以嗎 好 但是看那天 但是當神有這麼笨嗎 不可能嗎 所以當神應該 簽約一定兩面都有律師嘛 也知道有246條這個東西嘛 對不對 他們可以約定嘛 這個契約可以加個什麼 還記得名總嘛 停止了解嘛 對不對 來 7月先成立沒有關係啊 我們兩個人講好 等到我取得自根龍身分之後 再讓他生效就好了嘛 覆個停止條件嘛 那7月只是先停止沒有關係 還沒有生效所以你不用先給付嘛 所以你接著讀246條 但其情形可以除去 而當事人定約時有預期不能的情況除去之後 再來給付的話 那這個契約沒有強行讓它無效的道理 就人為有效 這樣OK了嗎 可以喔 那後面二項不用理它 那個幾乎很少 我們要搭配的是 你讀完246條第一項之後 不要忘記還要搭配 247 一起唸一下 247 像這種致死客觀幾乎不能的情況 我有時候 可能會有信賴力的問題喔 像247齁 7月如果因為不能之幾乎為標的而無效者 無效圈起來 無效 247條第一句話 7月因為不能之幾乎為標的而無效 這個無效字有玄機圈起來 這麼多幾乎不能的情況裡面 唯一把法律效果無效標出來的 這邊來 就是只有246 聽懂嗎 所以247講的無效兩個字 他就是在呼應 246 所以條文緊接才會接在246的後面 247 所以齁 所以他說7月如果因為246這種情況而無效的話 當事人在定約時知道不能的情況或者可得而知的話 對於沒有過失而相信其實本來會有效導致損害的他方正神要賠 要賠 那關鍵字在條文裡面這個字 聽懂嗎 聽懂嗎 如果有一方他因為相信這些本來是有效而有所準備的話 老朋友找到嗎 我信這個字 我相信齁 我原本相信你了 對你很有把握 沒想到你竟然法律不夠專業 明明知道我要農制跟農生分還賣這個齁 農地給我 類似這樣子齁 我本來相信其實會有效 結果我要漏空 希望漏空了 可以叫對方賠 因為這個相信吧 所以叫對方賠的內容也就是信賴 信賴利益嘛 而不是履行利益嘛 這樣了解嗎 所以這一段 有看到信賴利益三個字嗎 好 信賴利益把它畫起來 要賠的內容 就是信賴利益 OK 好這個是 自使客觀不能 那什麼情況下會 自使主觀不能 自使主觀幾副不能 來課文看一下 一之九十二一 有講齁 出賣他人之物 對方 你看一下 你在跟別人談買賣 契約再締約當時你就知道 你個人是給付不了的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你賣了根本就不是自己的東西 好 但這樣可以嗎 聽懂嗎 為什麼致死就會主觀不能 因為 那就不是你的 所以才會一開